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的任务是花一到两个小时 把这六百只鸡打上一秒 然后我叫上了我叔帮忙 等会我叔马上就过来 来了走 我负责抓鸡 找到这汤里面 这我叔负责帮我打 打大腿 现在疫苗已经打好了 然后来这个大鱼团这边看一下 杜绝别人在这边钓鱼 现在天气热 地上要注意 小心有长虫 突然之间窜出一条长虫 很吓人的 周边转了一圈 没人来钓鱼 咱们回家冲凉 吃早餐了哈 米粉 这是广东米粉 好久没吃 以前在深圳打工的时候 我经常吃这个 现在这个早餐已经吃好了 咱们去上面啊 看一下那些小鸡 突然发现这个头发一理啊 感觉自己年轻的好多啊 也变帅了好多 是不是 兄弟们 以后要勤理发 一个月理两次 打完鸡还好哈 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有些鸡 啊 这个叫啊 会一拐一拐 像这只鸡 就一拐一拐 正常反应 过两天就好了 这些鸡 你们不去吃吗 啊 你们不饿吗 这里死了一只鸡 可惜了啊 打疫苗死那么几只很正常 嗯 扔一边 这个小水池里面 发现了一只龙虾 啊 哎 哎 跑那么快啊 现在鸡都喂好了 现在咱们看一下鸡棚里面的菜 不能说鸡棚呢 现在成为菜棚呢 啊 看一下这些菜长得怎么样 啊 这个是南瓜 啊 南瓜长得非常好 啊 很是欣慰啊 这个是香瓜 香瓜有虫吃的哈 大家看看 这个是南瓜 啊 南瓜最漂亮了 都发黄了 这个香瓜 这一颗南瓜是最好 最漂亮 最大 啊 嗯 相当好 这两根苗哈 不错 这么大了 这是苦瓜 啊 我的苦瓜也长起来咯 苦瓜我比较喜欢吃 所以我种了两棵苦瓜苗 啊 长了哈 这好多菜被虫吃了哈 咱们喷一下药 刚好今天不下雨啊 这两三天都是天晴 是喷药的最佳时机 这辣椒已经长了很多了哈 过一段时间可以安排辣椒炒肉 这边种的是茄子啊 这边种的是红薯 红薯以后等这个苗长大了 咱们是移种的哈 大家看看 长辣椒了哟 啊 这么漂亮 这小小的辣椒苗挂了三个辣椒 嗯 很好 非常好 现在给我南瓜喷一喷 嗯 快快长大 今年养猪就靠你们了 啊 葡萄树啊 咱们也撒一点 也被虫吃了 现在这边的是已经忙完了 菜也都打了一下虫哈 然后现在去大鱼堂看一下 嗯 大鱼堂每天都要去出发 再见啊兄弟们